各位观众晚安 今天寒流南下 北台湾地区在今天一大早 其实温度都已经比较低了 中南部地区因为白天阳光露脸 所以温度海高温的部分 还有在20度以上 不过入夜之后的话 温度也会持续的下降 我们预计从今天开始 到下周二的清晨这段时间 温度都是一个寒流的 所以提醒大家 保暖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首先我们由卫星云图 来看一下水汽的部分 今天主要的降雨 还是在银峰面的北部 东北部 东部地区 不过明天来讲的话 在华南这波水汽 仍然会接近台湾地区 因此明天除了银峰面北部 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之外 中南部地区的话 山区也会有下雨的机会 平地也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 提醒大家都要注意 整个天气的系统上来讲的话 目前整个寒流的话 逐渐的一个南下 因此的话可以看到高压系统 逐渐的在接近台湾地区 在明天来讲的话 整个高压的一个中心的话 就达到这个长江的附近的一个情形 所以明天的话 整天的强度都是比较强的 温度都比较偏低 预计的话从明天开始 到下周二的清晨这段时间的话 都呈现一种低温的状况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在礼拜天的水气 寒量会更多 因此的话 礼拜天开始到下礼拜一 全省下雨的机会将会增加 提醒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 以上资料将向你提供 寒流明天继续发威 各地气温都偏低 而且下雨的地方也变多了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我们看到在北部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晕有雨 气温最低只有10度 最高14度 中部的苗栗和南投 都是阴有雨的天气 10度到15度 其他地方是阴天 11度到17度 而在南部 嘉义是阴天 11到17度 台东高雄是多云 13到19度 屏东会下雨 另外来到东部 我们看到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 只有10度到14度 花莲和台东也会下雨 13到19度 而在外岛部分 澎湖是阴天 12到15度 金门是8到13度 马祖只有5度到7度